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按,歡迎收看旭哥手優攻略 那這是宿命迴響 好,今天要來分享這遊戲啊 官方認證T10最強的神角陣容 三隻最強的女角要分享給他 還有這遊戲最多的禮包碼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這個隱藏版的序號的拿法 像是透過Twitter或是FP粉專一些 拿這個禮包碼的一些技巧 這遊戲最快速刷手抽 大概近百抽吧 最快速刷手抽的方式 那一開局就會教大家怎麼刷手抽 好,所以最完整的攻略 大家一定要仔細看完 最爽的福利都在這邊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優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優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那旭哥先來講一下 最快速刷手抽的方式 在進入遊戲師前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右上角的這個 就是一個叉叉這邊 那你點這個之後呢 就會把遊戲角色的數據出實化 那我們遊戲玩的所有的資料都會被出實化 所以不要亂點 就是你要刷手抽 沒有刷到滿意 再用這個出實化 在畫面右上角 12345 第五個選項 有一個叉叉這個 把它出實化 然後同意 按確定之後 就會把所有的資料消掉 這樣就可以最快速刷手抽 所以我們玩到後面 假如不滿意的話呢 就用這個方式來刷 第五個 那平常很滿意不要亂按 按了就哭哭了 好,這個就是最快速刷手抽 那我們就進入遊戲 好,那麼進入遊戲 哇,這個遊戲下載的檔案有點大 做一個手遊這個檔案要下載太多了 屈哥覺得可以不要檔案做那麼大 那前面有這個動畫劇情 一定做得很精緻 因為這遊戲的檔案實在太大了 載了至少 應該至少六七G以上 可能 說不定要直逼八G 太多了 雖然這個是一個好事啦 就是說你可以做得很精緻 但是一般人玩手遊 可能 沒辦法忍受這麼大的那個容量 就算你放在電腦玩也是一樣 那前面可以快速的跳過 要刷手抽就可以快速跳過這樣 屈哥是覺得這個檔案不需要做到那麼大 好處就是 妹子的奶啊 然後 畫面啊 語音啊什麼都很詳細這樣 這個命運 有沒有,然後這個動畫也做得很精緻 這個就是好處啦 好 前面 前面 快速跳過 然後可以 因為像屈哥要做攻略的話 不太會全部看完 大家的話有載完就可以慢慢看了 享受一下故事 那這個玩法 為何制的喔 立繪是蠻漂亮的 然後人物呢 反而是走Q版風 現在這種都好競爭啊 玩法跟心胸鐵道有一點像 好,輕鬆KO 現在回合制也不知道為什麼還蠻流行的 屈哥個人是比較喜歡玩ARPG的 就是ARPG有一種爽感這樣 那現在MARPG基本上也都是放置的 就是什麼都可以快速的帶過 好,那我們就快速的跳過吧 就把這個劇情快速的跳過 按右上角的這個 這邊可以快速的把劇情帶過 好,那屈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最多組的 接下來在畫面的中間呢 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就是先點選單 接下來點畫面 右邊的這個禮物 那接下來就在中間啊 這邊就有禮包序號 就是禮包碼 禮包碼序號啊 或是兌換碼 好,就是在這邊輸入 中間這邊 好,那接下來官方呢 會定期的推出一些 或不定期推出一些禮包碼 隱藏版的序號 像這個呢 是買他的 Blu-ray 他就有送這個禮包碼 這邊有寫 code在這邊 就是禮包碼 或是你可以到一些FB粉專啊 他的FB粉專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活動 那也可以拿到隱藏版的序號 像屈哥是有找到這個是 日版的 他們有這個 一些禮包碼的活動 在這邊 他可以拿到禮包碼 然後有一些 像是好用的角色啊 或是什麼 特點 這個禮包碼在這邊 所以要透過一些活動 還蠻不錯的啦 那大家就是去拿一拿吧 那旭哥就把這個 算是隱藏版的資訊分享給大家 好 那我們現在就到這個 右上角的選單 點進來之後 我們點畫面下面的信件 信件這邊就有開服所有的獎勵 不然預約獎勵啊 可以拿到這個好用的神角 喔 SSR 直接拿神角 哇 爽 太香啦 SSR一個人也沒問題啊 香 生命90 攻擊23 魔攻 23 裝備者行動前 這算是一個裝備吧 神裝那這邊有這個 羈絆樂譜就是轉彈券 還有大量的資源 金石啊 然後 陰人魔導 還有這個諾特幣 然後play這個預約獎勵 也有這個轉彈券 好多喔 太多了 一鍵領取好了 看一下 就是這麼多東西 總共有10個 包含像是這個泡沫啊 然後咖啡紅茶 然後命運鋼琴曲 然後大量的轉彈券 我們開局就可以拿到差不多近百抽了 因為你還有這個鑽石什麼可以抽嘛 所以差不多近百抽 那就是利用這些資源來刷手抽 還有拿到這個SSR 然後還有一些神裝 好用的東西都可以免費拿 好那刷手抽呢 我們就是用這個 解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去刷手抽 然後怎麼樣重刷呢 開局的時候旭哥有講 在影片的片頭 就直接按XX那個把它消除 就可以重刷了 就是透過這方式來刷手抽 好那最爽的福利一起分享給大家 好那旭哥最後來分享這遊戲啊 官方認證T10最強的神角陣容 必刷的首抽三隻最強的女角 SA級T10的最強神角 那首先有這個瓦爾基里 再來是女王 還有這個天鵝湖 我們首先先看一下好了 從這個第一個開始看 瓦爾基里就是女武神嘛 然後女王 然後這個是天鵝湖 那這個T1這邊有像是魔王啊 這個命運啊 世紀東 世紀村 這些都是蠻好用的神角 他這邊有幫大家總排名 那旭哥通常都只看T0和T1啊 甚至通常都只看T0 就是三隻嘛 瓦爾基里 然後女王 還有這個天鵝湖 基本上我們要玩的話 長期就刷這三隻就OK了 那你假如這三隻都刷到的話 那就恭喜你啊 就可以完美開局了 最強的神角 這個是官方認證最強的陣容 所以旭哥也不多說啊 直接給大家看 T0的陣容就在這邊 那就努力刷吧 那這次呢 很詳細的公約資訊都分享給大家 包含這個 最快速刷手抽的方法 還有這遊戲呢 最多禮巴馬詳細的兌換教學 把隱藏版的序號 像是推特啊 像是FB粉專啊 都會有一些隱藏版的序號可以拿 那最後就是這個 官方認證最強的神角 這個是官方網頁認證的 所以是可信度是最高的 T0 瓦爾基里 女王 還有這個天鵝湖 好 那最爽的福利 最爽的攻略呢 還有最詳細的這個排行榜 這邊T0 最強的神角陣容呢 旭哥都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 看旭哥所有的公約 好 那我們下一集公約見了 來吧